好 我们前面呢 把这个多线程部分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产者与消费者这样一个实战了 那其实这个模型的话呢 在我们那个操作系统里面应该应该都是学过的吧 就是所谓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呢 就是通过一个容器来解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强偶合的一个问题 那通俗的讲的就是生产者不断的在生产 而消费者呢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个消费 可是呢 我们消费者他的这个产品呢 是生产者生产的 这就必然存在一个中间容器 而我们可以把这个容器呢 想象成是一个货架 就是当货架为空的时候呢 生产者要生产商品 那此时消费者在等待生产者往这个货架上生产商品 而当货架上有货物的时候呢 我们消费者呢就可以从这个货架上拿走商品 那生产者的话呢 此时就需要等待这个货架出现空位 好 然后呢进而补货 然后这样不断的循环 比如说你看我们这边这个例子啊 比如说就是一个普通的餐馆吧 然后呢 你看到这里有个厨师 对不对 好 有两个厨师 然后呢 现在来了三个顾客 然后现在来了三个顾客 然后呢 他们都想都要等待我们这个厨师 把这个菜炒出来 对吧 要等他们出餐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的 我们厨师呢 他们其实就是不断的生产什么 炒菜出来嘛 对不对 生产这个菜品出来 然后呢 顾客的话就不断的从从我们这个厨师生产这个菜品里面是不是取出来呀 好 但中间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窗口 一个窗口 然后呢 厨师把这个菜做好之后 是不是就把这个菜放到这个窗口这里啊 然后呢 这顾客就可以自己来端 端过去 消费 那就是端过去吃嘛 对吧 然后呢 厨师呢 炒菜的话呢 也是需要时间的 然后呢 这个顾客 他吃掉这个菜品呢 是不是也要时间的 所以说呢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啊 能把这个东西比做菜品吧 啊 这个黄布拉鸡的 好 我们把它把它比做成一个菜品啊 那么那么我们这个厨师炒好之后 需要把这个菜品放在这里啊 对吧 好 同样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两个厨师都炒好菜了 好 都把这个菜品的放到这个窗口这里 好 然后呢 然后顾客他发现这个窗口这里是不是有两个菜品的 那么哎 就看谁手术快是不是就抢过去吃啊 对吧 啊 所以说呢 哎 他们两个手术快 好 那就抢到了 好 抢了之后呢 是不是他们两个就开始吃啊 对吧 好 但吃的话呢 也是需要时间的 好 这个时候呢 厨师呢 他刚炒完一个菜 他要炒下一个菜的话呢 是不是也要时间 其实呢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两个顾客正在吃好 这个时候呢 又有一个厨师把这个菜炒好了 好 他又放到这个里面 哎 现在呢 这个顾客三 他是不是也需要这个 拿一个食物去吃啊 所以说他也拿一个过去吃 好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呢 前两个顾客呢 他们又把这个东西给吃完了 好 是不是又要等什么 又要等我们这两个顾客 这两个厨师去把这个菜又给炒出来啊 对吧 好 我们这个厨师呢 把这个菜炒出来之后呢 哎 是不是他们两个又去抢了 比如说现在这个厨师又炒好一个菜 好 是不是要把它什么 是不是这两个顾客 哎 他们哪个运气好 就谁拿到这个菜就谁去吃啊 对吧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 哎 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然后呢 不断的循环往复 啊 就是这个厨师呢 不断的生产 然后 然后顾客呢 哎 看谁运气好 然后呢 就一直抢 对不对 好 那其实呢 生产者消费者模型呢 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 那么现在我们不是学了这个多线层吗 对不对 哎 那我们 是不是就可以利用这个多线层啊 来模拟一下我们一个餐厅 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那样 有两个厨师三个顾客 好 那假设我们厨师呢 炒出一个菜的时间呢 为三秒 好 顾客呢 吃掉一个菜品的时间为四秒 好 我们通过这种 哎 这种方式呢 通过多线层的形式呢 我们来模拟一下这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一个模型 当然 其实你们学操作系统的时候 应该是 我觉得都是讲过的 好 来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啊 需要几个东西 第一个 第一个 既然我们现在需要去生产和消费 那肯定有什么 肯定有厨师和对应的顾客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就写一个生产方法和一个这个 消费方法嘛 写一个简单一点的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中间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这个窗口 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的厨师呢 炒好菜之后呢 他要把这个菜放到这个窗口里面 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其实用这个队列啊 就可以来模拟一下 来 我们用队列模拟一下 当然这里要 这里我们要static一下 因为我们是在man方法里面去使用的 好 然后呢 这个里面我们就直接搞一个object吧 就不搞复杂了 来 一个菜的话呢 就是一个object的对象 好 然后呢 这里的话呢 我们还是用link的list 好 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曾经的这些 就是之前学的这些几何类是不是 他们是不支持 这个在多线程式环境下使用的 所以说一会的话呢 我们要 如果说我们要去操控他的话 是不是要给他加锁啊 对吧 不加锁的话呢 就出问题了啊 好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还是来先写一下这个呃 队列写好了 然后呢 然后是不是我们就要去写这个 首先写一下这个生产方法吧 啊 生产来 private static 为了 好 生产的话呢 其实比较简单啊 其实比较简单 来 就是怎么样嘛 就是每个我们这个厨师嘛 每个多少 这里每隔每隔三秒钟生产一个菜出来 马上呢 把它丢到我们这个队列里面是不是就完事了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里来一个无线循环先来 因为是一直在生产嘛 好 然后首先干什么呢 所以是不是生产一个菜要等三秒钟啊 那首先的话 我们先让他睡三秒钟嘛 对吧 好 先先休眠三秒钟啊 不行 不能不能讲解 那一会为了方便啊 好 那那先休眠三秒钟之后呢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餐了呀 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我们怎么出餐的呀 我们怎么出餐的 好 我先我先打印一句嘛 呃 这个厨师 厨师啊 出餐了 对吧 好 厨师出餐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是不是就就把我们这个生产的这个菜品放到哪里去 放到我们这个队列里面嘛 对吧 好 馈点 offer 好 我们这里直接6个object就可以了 好 那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完了呢 啊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完了 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厨师嘛 对不对 有可能他们两个怎么样 他们两个同时在调offer方法 那那万一出问题要咋办呢 对不对 那所以说不行啊 所以说我们还要怎么样 所以给他加一把锁啊 对吧 我们要加一个同步啊 同步代码块 好 那那以什么为所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以这个队列本身为所呀 对吧 好 也就是说呢 同一时间即使现在有两个厨师 那么 哎 他们在这个等待三秒钟之后 那他们他们要把这个菜丢到这个窗口里面的话呢 也是要怎么样 也是要一个一个来的 你不可能我们两个同时把这个菜往那个窗口里面去挤吧 对不对 那肯定要出问题啊 所以说呢 来我们 我们往这个窗口里面丢菜的话呢 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怎么样 需要给他加上一把同步锁啊 不然的话 他们两个同时去offer的话 可能会出问题 对不对 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过了啊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现在的话 我们要模拟两个厨师 是不是就直接怎么样 创建两个新的县城就可以了吗 来 六一个spread 好 六一个spread 然后呢 这里的话 我们直接用方法引用就可以了 好 但为了为了更加区分啊 我们区分是哪一个厨师 然后呢 我们给这个县城加一个名字 比如说第一个厨师就要厨师 厨师1好 然后我们给他start一下 好 第二个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来厨师2 然后呢 也是来start 好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这个厨师出餐了吧 我们这样啊 我们 获取一下这个名字 来thread的点current spread get name 然后获取一下当前现成的一个名字 然后呢 我们打印的时候呢 这样 来 六一个这个date 把这个时间打印一下 一会儿方便 我们去观察 注意 用这个date的时候呢 你不要用到这个cycle这个去了 这个是我们到加博外部才会讲的东西了 好 用这个加博点有太有包下的这个地图就是溜出来之后呢 他就是以当前时间为这个 呃 基础的 好 然后呢 这里的话呢 就是直接我们的内蒙加上 出餐了 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呃 没问题了啊 就没问题了 我给他final一下吧 反正final都一样啊 final都一样 反正反正都都不会去改他了 对吧 来 嗯 好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 好 我们等三秒钟啊 好 我们看到这里的话呢 等了三秒钟之后 因为这两个线程是同时运行的 所以说你看他们两个是什么 就同时出餐的啊 这但是我们这里呢 加了这个锁之后呢 哎 他们具体谁先丢进去的话呢 这个是不定的 你看一开始的话是 一先丢进去 然后呢 二再丢进去 对吧 后面就是二丢进去 一丢进去 啊 这个得看运气啊 看谁看谁运气好 能拿到这把手 好 然后呢 现在的话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厨师就可以像这样有条不紊的去来进行一个出餐的操作了 对吧 好 所以说呢 我们暂时先停止了 好 那么出餐的 我们写完之后呢 是不是现在就要给他也增加一些顾客来消费我们的这个餐品了 对吧 来private static的 take take take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顾客去取用的餐品 好 其实也是一样的嘛 也是怎么样 源源不断的去取用的餐品 然后呢 也拿来吃嘛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里也是啊 我们来一个这个什么 好 但是呢 我们顾客吃一个餐品的话是不是需要4秒钟了 对吧 好 需要4秒钟好 所以说这里话呢 我们一样的啊 给他添加为4秒就可以了 好 注意我们顾客呢 只有在拿到这个餐品的时候是不是才能去吃啊 我们顾客他都没拿到餐品的话 他是不是也不能不能就就肯定是不能开始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一开始要怎么样 一开始是不是要等着我们这个等着我们这个quid就是我们这个队列里面有什么有这个产品就是出事 要出到餐之后 我们是不是顾客才可以去拿呀 所以说怎么样 好 这里的话呢 我们通过一个外用循环判断一下这个队列里面是否为空 如果说队列里面是空的话 那怎么样呢 我们直接让这个要用这个quid的wait方法 进入一个等待状态 进入一个等待状态 来 我们调用他的一个wait方法进入一个等待状态 好 进入等待状态干什么呢 进入等待状态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wait是不是让当前这个现成暂时处于主策 除非怎么样 除非别人去唤醒他 对吧 那现在的话我处于这个等待状态 什么时候被别人唤醒呢 那是不是我这个厨师出餐的时候 我厨师出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叫别人把他叫醒了呀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厨师我这个厨师出餐的时候呢 来 我这个厨师出餐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去提醒一下这些等待的顾客 哎 我们出餐的哦 你们注意一下这个窗口 你看你们有没有菜 你们自己去抢一下 哎 这样的话呢 他是不是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不用再喂他了 啊 但是如果说他运气不好 那他这个wait醒了之后呢 他发现他发现这个这个餐呢 已经被其他的这个顾客抢走了 那他是不是又判定为这个一直mbt啊 对吧 所以说这里的话只能用外啊 不能用一服啊 衣服只是一次判断 知道吧 衣服只判断一次啊 判断一次啊 就是就是如果说如果说他被唤醒之后呢 下一次他们的哎 这个没问题啊 然后他就他就完了 我们这里的话呢 要用这个外有啊 我们这里要用这个外有 好 来 那如果说这个这个呃 他运气好的话 取到这个产品了怎么办 啊 他运气好的话 取到这个产品了怎么办 是我们亏点什么 破给他出来就行了吗 但这个呃 出来之后干什么事情 咱们就不写了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写一下吗 也是一样的 取一下这个名字 一会我们给他制定一个名字啊 好 也是给他拿一个实践 好 拿到了餐品 正在享用 对吧 好 就是这样的 好 同样的跟跟我们上面一样 是不是我们要去哎 判断他是否为空 或者说而让他进入等待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先先怎么样了 是不是在这个锁正在下载可以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给他怎么样 是不是加一把锁呀 包括我们这里破操作也是怎么样吗 也是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吗 不然的话 如果说我同一时间很多个都在进行这个破操作的话 是会出问题啊 对吧 我们前面已经演示过了 好 所以说这里的话呢 我们直接来 也是以这个对立为所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锁中的下 哎 去等待他好 等的话呢 如果说等到了 那就怎么样 那就 把它取出来好 但是说 如果说别人手手术快啊 别人已经怎么样了 已经这个 取过了 好 那那就没办法 那那就呃 只有继续等了啊 就继继续等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这里的话呢 我们创建三个县程啊 这是我们的消费者县程 消费者 好 然后呢 消费者2 消费者3 好 我们来观察一下 好 首先他们三个其实全部都在等 等这个出餐嘛 对不对 你看 121出餐之后呢 这个消费者3 他运气比较好 然后呢 消费者1运气也比较好 他们两个是不是先拿到了呀 对吧 好 我们先让他跑一会儿嘛 跑一会儿之后 我们再来解读一下啊 好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好 我们直接停 停了这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那首先的话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他们 都是在等待 这个厨师呢 正在做菜 然后呢 这个消费者是不是这三个 他们三个都在等这个厨师把菜做出来呀 对吧 好 然后三秒钟之后呢 这个厨师2和厨师1啊 他们两个终于出餐了 好 出餐的时候呢 是不是他们把这个 我们这个餐品丢到我们这个队列里面了 那丢到这个队列里面之后呢 然后呢 是不是notify哦 就是通知他们三个哎 你们三个可以来取餐了 我们这个队列里面有餐了 好 然后呢 他们三个是不是看谁手术快呀 对吧 看谁手术快 然后呢 拿到拿到这把锁之后 拿到这把锁之后是不是就出对 好 这个时候呢 消费者3和这个消费者1他们运气比较好 所以说他们两个就先拿到了 但是呢 这个消费者2呢 由于他的手术比较慢 结果呢 他下一轮循环进来之后呢 判断到他这个是是空 所以说呢 又怎么样 又继续去等 就是说前两个菜品呢 被3和1给抢走了 消费者2呢 没有拿到 是不是没有拿到 好 所以说他他这个消费者2怎么办呢 你看是不是等到这个等到这个三秒钟之后 就是3636秒的时候又怎么样 来 消费这个厨师2出餐了 然后呢 消费者2是不是拿到餐品了 所以说 所以说是不是他这个时候再去享用的呀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他拿到这 然后呢 厨师1也出餐了 厨师1也出餐的时候呢 并不是马上就有这个就有消费者去取了 因为这个时候这三个消费者他们都还在吃的过程中 对不对 你看到 36出的餐 然后呢 37秒的时候才怎么样 才有这个消费者去拿这个产品 因为因为 因为36秒的这个时候呢 这三个消费者是不是都还在吃啊 对吧 好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消费 这个生产者消费者的一个模型 其实呢 我觉得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你们可能有些人看着 如果前面这个这些数啊这些东西没搞懂的话呢 可能看着就有点晕 还是要把这些东西搞明白啊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生产者消费者的一个死战